大家好啊 大概有一周吧 一周没做视频了 我想了一周周末还是做一个吧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 我下雨嘛 最近我这一直在下雨 我就在屋里待着休息休息 休息休息休息我这腰 你能看见 这是我喜欢我们家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就是屋里这块 从屋里看看外边有好多植物 那边有一个斐济果树 还有一个桃树 然后能听见外边有鸟叫 那个树上经常停着鸟 所以在屋里躺着的时候 就能听见鸟叫 大家在下雨 然后这个礼拜主要是因为 国内这个尘埃落定了嘛 也出现了一些情况 哎 反正也只是这样结果了 没有办法 然后我工作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因为我工作都 比较简单吧 每天跟那个74岁的老头 干点简单的活 还确实能学点东西 因为这个老头干了50多年了 他有好多的老的那个经验 现在年轻人是不知道的 而且他 因为我们修房子 会经常接触到一些 好几十年的老房子 那些房子怎么盖的 那老头知道的 但是别的小孩肯定也是不知道的 那么比修新房子有意思 而且又不累 然后我自己给我儿子做了两个小凳子 然后把图片放上去 放到后边吧 也挺有意思 我自己没事在家做做 小家具 觉得也挺好 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边的木工的工具 太贵了 比国内的 也可能这么说吧 国内的木工工具太便宜了 比国外的大概便宜10倍到20倍 就同样的东西 可能质量稍微差点吧 但是换个品牌能便宜10倍 我觉得也还行吧 因为你买10个不就完了吗 慢慢用呗 我觉得挺好 从国内海运买了一些东西 等运过来吧 大概两个月 然后最近我也看一些YouTuber 然后像苏小和和文昭 我觉得说的都不错 然后石头基 其实我跟索任那个人 他说的话其实有一些吧 他是体制内的 他肯定不是大外宣 我知道 但是他说的有一些 我觉得还是有点道理的 大家也可以看看 因为有的时候 好多事不是你一份填膺的 就是充满正义能量的 你就能解决的 你得符合这个现实的情况 然后你要说半岛共产党 这么一座大山 现在要军队有军队 要人有人 要底层民众 有底层民众 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你看那些白卫 白卫兵那些隔离人员 甚至于我自己的亲戚 还有同学 就有就有是那种志愿者 他们好多也不是党员呢 也是有好多是外地招来的 那个闲散人员 但是我这些认识人里面有 那些人他们也不是党员 其实他们可能就是大部分中国底层民众 如果共产党能把他们发动起来的话 那说明还是有一定民众基础的 所以这就是中国现状吧 只能说你如果是知识分子 或者你是中产阶级 或者你是有一定资产的人 我其实觉得你还是能跑就跑吧 中产阶级如果你不是事业单位的 如果你是外企的或者你是私营的老板 我还是觉得能出来就出来吧 哪怕你可能你会离开自己熟悉的经营环境 实在不行你就去上什么新加坡呀 哪怕什么泰国呀 泰国不知道 可能治安不好泰国菲律宾什么 哎能跑就跑吧 这两天看风小刚已经跑了 去美国洛杉矶去了 然后听说是什么姚明也要跑 我不知道姚明跑了一跑 就是他那个级别的干部 可能不太容易跑出来吧 然后现在就是大概就是个这么个情况 然后我一会再放一个照片 就是我周四跟我们同事在公司门口喝酒 就是说就是那个人挺有意思 中江那个人 就是干木工干了有七八年了吧 还是十几年 十几岁开始干 现在三十五摊三十五摊 岁数比较大的 就是那种大胡子 然后成头发 这边的脏边 一身大纹身 就好多这样的人 也挺挺有意思 然后但是我发现一个特点就是 这边的人吧 因为新西兰就是他好多人他们不结婚 他就生孩子 也没有结婚那么一说 可能到五六十都还没结婚 都孙子都有 所以就是人家就是有这个传统 可能基督教家庭可能会结婚 一般不会 但是我发现干 building 好多的洋人都有这个家庭问题 也可能是那一代人都有这问题 还是说有这种问题的人 最后都学习不好都干了建筑 就是那种父母利益的 还有就是父母 比如父父他爸从小 就是抽烟喝酒 老打孩子就那种 有好多我遇见这些好多好多的builder 洋人的builder的比例特别特别高 就家家家庭就是不完整特别多 我也不知道是是是怎么回事 是是那一代人都那样还是 还是就是家庭环境不好 所以都干了建筑 中国人吧干的反正是那种 就英语不太好的人吧 特别多干 building 很少英语好的 英语好的基本都完成了大学交易 他可能就干别的去了 很少像我这样的 学完了IT找不到工作干 building 很少 也也有一些人转行 但那些人转行呢 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吧 干几年他们干几年吧 趁年轻的时候还能干干 挺有意思 我现在就是腰不行 我要是腰行 我们现在这点活这点工作量 根本就不在话下 我现在这腰就是逛商场都不行 都累了 所以可见我这工作确实挺轻松的 比带老婆孩子逛商场都轻松 嗯没事在家坐着柜子 然后国内的情况大概就这情况吧 然后我有一个同学他在那个加拿大 他原来在国内是英语老师 也干点那个移民中介的活可能 然后他把自己搬到加拿大去了 然后我就帮他拉广告吧 他在那个新思贺舍 嗯爱德华王子岛那个那块 那块那个加拿大各个省的移民政策不一样 那边比较比较松 他就把自己搬过去了 然后现在那边开移民中介 就比较可信 肯定不会骗人的 嗯大家想找他可以找他 我这一分钱提升也没有啊 我就是纯想给大家就是 嗯介绍个好中介吧 怎么说 其实当初我也想去加拿大的 我想去那个曼尼托巴 后来也都办好了曼尼托巴 我当时是办的曼尼托巴 然后那个给我办的老师呢 他也办新西兰 他就说干脆我一块给你申请个新西兰吧 当时你自己选吧 因为当时是留学嘛 也无所谓 我说行吧 然后就都申请下来了 新西兰和那个曼尼托巴都申请下来了 后来选的时候 嗯我家亲亲 那位舅妈 他就劝我说加拿大那太冷了 就还不如去新西兰 我一想也是 那么冷待着也不舒服 就来新西兰 因为曼尼托巴他那边冬天能达到零下四十度 确实挺冷的 嗯所以 也还挺幸运的吧 但是加拿大移民比较容易 整体来说比新西兰要容易 所以我就来了 新西兰 啊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吧 这几天我就看看 过那些youtuber都分析 那个胡锦涛被嫁走的那一块 那一段我确实仔细看了 问题是前面还有一段 确实是 能看出来是出现在那份名单上 那份名单是胡锦涛想看 然后栗战书不让他看 然后栗战书就有点争执 然后习近平叫来人就把他拉走了 他拉走最后还没忘了 还想看习近平那份 习近平也没让他看 让世界给拉走了 看以后发展吧 然后看各种大V分析 中国幕以后的未来可能会越来越严格吧 有人说习近平会慢慢放开 但是我觉得以他的性格 尤其参拜了那个延安的腰洞 他应该是还是崇拜毛泽东 他青少年世纪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 他还是要走毛泽东这条路 现在就是警告要党内清洗 延安整风 下一步就是随便他开稿了就开始 然后台湾的小伙伴比较危险 感觉三年之内可能要打台湾 我昨天跟一个台湾的一个人聊天 他原来是台湾海军的 但是他看不惯那个民进党安插各种军官 然后搞台独 然后愤然离开军队 到年轻的时候 然后他就后来全家就来新西兰 他就他觉得可能习近平要在下一个任期之前要打台湾 正好等于是在就是五年之五年之五年左右吧 因为要申请下一任期的时候给他政权合法性 加一个筹码 他可能会那时候打台湾 也会准备起来 而且他觉得美军到不了那么快 因为美军的航母在台湾 在日本和冲绳 日本冲绳 还有韩国那边 他过台湾至少要五六个小时才能过来 那或者要一两天 好不不是五六个小时 一两天才能过来 那到时候共产党共军可能把台湾都拿下来了 那你美军再登陆什么 那个就更费劲了 也还会死人 美国可能不太会这么做 那么他是台湾海军出来的 还是一个当时是个军官 特别年轻的一个军官 因为他爸爸跟那个当时的台海军基地司令 关系特别好 是同学 他反正跟我是这么说的 然后再说点新西兰吧 新西兰这边像我们家 我老婆最好的两个朋友 一个是台湾的 一个是香港的 一个是越南的 他就很奇怪 我老婆他就是没有刻意的就是说只跟 就跟就是这地方人交朋友 就是他跟所有人都差不多 但是最后 玩下来还是非大陆的人 就跟我们相处的比较好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最近也是接触好多大陆的 就大陆的人他们的想法就是 不是那么单纯 怎么说呢 他就是反正跟你也没有什么 就是总想是偷就是偷鸡取巧的 赚点钱 占点便宜 就是有的时候是拉着我一块占便宜 有的时候就是想占我便宜 就是挺让人讨厌的 很少有那种就是能就是 就是说真真实意的 就是没有任何利益的 就跟你交朋友的 当然成年人这种也很难 要不你就是有共同性学爱好 要不你就是有利益关系 要不你很难就是交到朋友 因为我这混的又不是很好 反正大陆人们就总共给我 这就这种感觉 然后洋人吧 我也遇到一些洋人的最大问题 就是白人是种不其失 就是很多很多人 后边我也会再放一张照片 就是我以前跟我老板的那个照片 他就是从小到澳洲长大 他跟我说他从小长大 一直上到中学班里 没有一个有色人种全是白人 所以他其实只会跟那个白人打交道 嗯 然后他跟我说那些黑人和毛利人 都是猴子 智力没有开花 就是典型的种族歧视言论 当然他跟我倒没有 从来就没有过种族歧视的那种感觉 就给我 对我还挺好的 挺有意思 每天乐乐喝喝 就是他给员工的工资不是很高 所以我以后就没带他那干 我以前说过 然后这就是白人最大的问题 我还遇到过一些种族歧视的白人 就比如说我们去那个 做澳洲长 今天是咱说这个种族歧视 就是你会遇到一些明显的种族歧视 比如像我走在市中心有个湖 我有一次去去玩 有两次吧 就有人开车从旁边过 然后就骂你 什么什么滚回中国 还是什么就那种骂你 然后一溜眼开车就过去 也不停 这有明显的 还有一些隐性的 比如就是说 就像我们前几天去参加什么活动 然后小孩玩球嘛 然后有的时候小孩的球乱飞 然后别人的球飞过来 我就给人扔回去 然后就是 但是别人一般都说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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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有一个白人 我给他扔回去 就看着我一句话都不说 扭头就去那边 就这种很显性的种 其实 你说他跟别人呢 跟别的白人呢 这辈克也 哈喽 今天我买点 你买点 我的名字叫李扎伦 我叫布鲁斯 然后你是什么名字 这都是我的听众 行 你先别说话 就这种隐性的种族骑士 他跟别人那边可以 他告诉我们这 还有一次我们去南岛坐船玩 你好你叫什么 然后下船的时候 就是有那个售飘的那个小孩 看着就十四五岁 他就是每个人下船的时候 他都跟人家点头 就是说感谢你乘坐 再见 到我们这儿 突然就把头扭过去了 就不跟我说话 你好你是什么名字 你好你是什么名字 这种其实 他就是白人就是这个问题 但是 有的人 你也不是说 就是一开始就这样 有的人 他可能就是遇到过一些不好的中国人啊 一些事 所以他就改变中国人的看法 这也是 我们同胞就是 就是做了好多事 导致的结果 然后有一些人是 就生下来就这样 可能他父母就这样 但是他总有一个开端 你要说你是日本人 他有的人就好很多 这就是中国人吧 就跟我接触中国人有关系 有的确实是 天天就是想一些 就是投机取巧 甚至于违法的事儿 赚钱 占小便宜 各种占政府小便宜 你这弄完了 就挺让人讨厌的 你就 你自己是占着便宜了 你把后来人的路全堵死了 所以就是大概这个情况吧 下来 下来 行了 雨稍微小点了 出来 溜溜狗 然后刚才就说的 这个白人的这个问题 然后我跟我老板那张照片 他就是成心的 你看他那个手 他那手做了一个 类似于OK的那个动作 就是力气 三根手指头 然后这边前面有个圈 那其实是一个 他就是成心的 典型的就是白人至上的一个手势 那个意思就是 就是white 那个W的那个形状 意思就是白人至上 前几天新西兰有一个那个 到穆斯林的那清真寺 开枪杀人的那个人 他在上庭的时候 就把手 贴在那个裤子边上 做了一个这个手 这个手势 这其实就是一个暗号 就是说白人至上 我们老板他就是成心的 他 因为那次是我们喝酒玩游戏 然后他输了 说要做一个亲密的动作 他就来个这 说那个人我觉得挺好的 而且他 其实我觉得他他我没有 任何欺视我的那个 意思和行为 平时工作中也是挺好的一个人 但是他可能对毛利人和黑人 确实是不太喜欢 平时我能看出来对毛利人和黑人 然后这是 然后这亚洲人有问题 不能说白人的问题 然后再说毛利人的问题 毛利人就是特别的 就是粗野 然后就是不遵守法律 像我说我们那个同事 他的一会把他照片来放 他就特别有意思 他就是 那个你跟我们那天喝酒 跟我们说他年轻时候 进警察局关过一个周末 我说你干嘛呢 他说他跟他几个朋友去那个 一个学校偷东西 然后是偷了一个面包车 还是开了一个面包车过去 就偷东西 然后把东西都放面包车里 然后出门的时候撞铁门上来 然后被警察逮要了 估计一个人喝多了 要不就是抽大妈抽嗨了 但是他说他年轻时候 很年轻时候就做的比较傻的事 就是说毛利人就有很多就是这种 你看现在包括 其实他这种不也是吗 年轻时候干这种事 你长大了 他们也没上我什么学 他就只能就干我们这种工作了 不过我跟他工作 我觉得倒还行 那个人一点也不 也不偷懒 然后也操手也挺好的 然后对 除了形象有点吓人以外 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比较 就是比较正经的人吧 不像有的一些人 另外我见过有一些的那种 抽烟喝酒就成瘾 然后就是可能也有嗑药的 就明显能看出来 就是我这个同事就还算行 我觉得 然后这就是 就是大伙都有 都有点问题吧 其实你谁也别说谁 都差不多 但是这个国家嘛 他就是毛利人来了 把本地人杀光了 然后他就说这地儿是他的 然后白人来了 又跟白人打了一大痛 最后其实毛利人 跟白人打了一个平手嘛 我在第一期说过 所以现在其实 好多的政策 都对毛利人就相当的偏向 就那个天我在推特上 跟一个朋友 这也不是朋友 一推友他发一条 就说 那个 为什么新西兰啊 他那个医学院的录取 要给那个毛利人 降分 有一个固定的毛利人的比例 要招一定数量的毛利人 他就说就是因为毛利的社区 普遍健康质量不好 找毛利医生 要提高他们的医疗水平 我觉得这就是胡扯 我在下面说 这个根本就不成立 不是 回来 不许踩水坑 给我回来 不许踩水坑 给我回来 这孩子比狗还难管 狗直接按就 按向圈回来 这孩子不听 所以还劲逮他就可能 然后就说毛利人他那个 我就说你这个 你降低医疗医疗学院的这个录取水平 你只能是导致就是 你是进来招的来一个低分的毛利人 那可能就有一个高分的别的族裔的 比如白人或者华人他进不了医学院 你这不就是像学术腐败吗 这不就是不公平吗 你这个录取的标准不能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根据人种来分别设置不同的标准的 这种情况我记得美国好像也有吧 就是学校一看你是黑人 不管你多低分或者你稍微别太差也给你弄进来 那华人多高分也不要 这不就是一种很明显的不公平吗 这叫什么反向种族歧视吗 这也叫你不能是 但他黑人他 他智力不好他考不上毛利人他也是 他考不上那么好学校 那你就他就不能上了 他可以干别的去 那你说我NBA打篮球 那我能华人我个儿 我都踩着高桥去打篮球吗 那行吗我踩着高桥去扣篮去 你黑人能跳来我跳不起来 那我能让华人踩高桥 你有这规定吗 不也没有吗 所以就是很不公平 这个新西兰医学院录取这个事 就是这种类似毛利人的这种特权 在新西兰我觉得这是一个 新西兰历年以来 甚至于未来的一个 种族矛盾埋下的一个炸弹吧 以后肯定会爆发的 这个就跟美国的黑人和白人的矛盾是一样 当然新西兰还暂时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华上来说有一个 有一个好的一个点吧 就是怎么说呢 他不新西兰他不像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毛利基本没有吧 本地的 然后本地的那些土著都早被杀光了 就没有什么权益 澳大利亚就是白人天下 所以他白人的种族歧视起来肆无忌惮 有的人我看马路上被骂的 然后火车公交车上被骂的 但新西兰你就很少这种情况 比澳大利亚的要少很多 所以就是因为毛利人在 他白人他有的不敢太放肆了 这也是另外一个好处吧 对咱华人就来说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毛利人 他那个知道他的祖先是从台湾来的 所以他看见中国人以后 他有的是有一种天然的好感 我遇见好几个了 他们自己全都知道 所以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总体来说新西兰还不错 我就是希望就是再来的华人吧 你来了以后你就尊敬手法 你遵守当地的这个社会民俗 你不要就是太贪心了 然后也稍微大方一点 比如本地有什么donation 什么的你就捐点 有什么公益活动的 你就做做 你改善一下人们对咱们华人的这个观点 就不要让人家以为咱们就是只是想挣钱 然后不关心那个社区 你要是回报一下社区 马上希望就是 但是一定要就是遵纪手法 这是最主要的 就不要做违法的事 给自己的这个族裔的人丢脸 你就算你不捐钱 你不能给我们长脸 你最好也别给我们丢脸 真是太有人讨厌了 唉行 今天就说那么多吧 一礼拜没做节目了 今天稍微说说 而且我一下雨吧 我就懒得冻回 我也懒得说话 我这一礼拜说话都没有今天说得多 然后大家就是撑住吧 国内看看撑住 然后想出来的尽快吧 好 好 好 这一礼拜 我来座绍 才能成功